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2023年的8月28号 欢迎大家回到韭菜人生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哈迪阿万 下去那个罗佛又来大割韭菜了 就是不知道罗佛有没有韭菜给他割罢了 有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话 哈迪阿万讲 只要 那个 他们的国门 那一旦赢下 那个普赖的 国席呢 主要是普赖的 新办责乱的那个赢了不会改变什么东西 但是普赖国席赢了之后 他们 就可以发动了喜来登2.0 重新呢 拿下 中央政权 那个我们的班农呢 没有首相做了 啊 这个班农政府就倒台了 啊 他们呢 重新呢 啊 成为呢 中央政府 只要呢 普赖被他 拿下来 啊 他今天又讲同样的东西了 啊 然后呢 终于呢 那个 喜来登政变的 那个 谜团呢 啊 他自己也揭露了 啊自己也 承认了 啊 2020年喜来登政变呢 就是他跟老马呢 两个人发动的 就是两个人搞的 所以当时喜来登政变呢 刚开始我们也搞不清楚什么事情 到后来呢 老马也没有首相做 他丁丁呢 那个程咬金 那个杀出来哦 啊 实际上人家也搞不懂 喜来登政变到底会是什么 事情哦 啊 现在哈蒂尔万讲清楚了 就是我跟老马两个人策划的 那不是什么 啊 什么啦 啊 那个丁丁是 那个是后来 什么的 啊 就是他跟老马搞出来的 所以你看喜来登政变呢 是马来西亚的 这60年以来的那个最大灾难 民主大灾难 那喜来登政变之后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世纪大灾难的那个病毒大流行吗 然后就mco吗 多少人在mco当中呢 失去生命 多少公司在mco当中倒闭 啊 多少人在mco当中破产 多少人在mco当中失去一切 多少人在mco当中举白旗 就是呢 这个疫情加上喜来登政变 这个两大灾难呢合起来就是马来西亚建国以来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 就是呢 这个哈蒂尔万呢跟老马两个人搞出来的 啊 这笔战呢 如果我们人民清算不了呢 老天爷会跟他们算账 一定会跟他们算账的 人家人民死不瞑目啊 害惨多少人啊 白旗举了多少啊 如今呢 他们要再延续这个灾难 因为史莱登 政变随着那个六周捕损他们没有赢之后呢 这个灾难暂时结束了 他们要重新再搞史莱登政变 就是 如果你们天天可以史莱登政变呢 那么大马为什么要投票 啊 为什么需要民主制度 啊 还需要民主干什么 啊 喜欢喜欢就可以史莱登政变 喜欢喜欢就可以 换政府 啊 真的是太过分了 然后你赢了那个普赛呢 可以换政府吗 我也不相信啊 对不对 好 来我们立刻来看一下那个新闻啊 所以 整个史莱登政变呢 他讲的就是他跟老马那个人搞出来的 啊 那么今天呢 他又来了啊 又拿同样的故事呢 又编出来呢 又骗人了啊 啊 他讲说 总之 你们要让我们国民拿下这个普赛 啊 我们就可以换政府 就可以改朝换代 就可以变天 这个史莱登政变一定会来 啊 这个狼一定会来的 啊 所以 就可能发生 但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的 也不知道他怎样 少了一个国刑呢 就会史莱登政变 我也不懂他怎么算的 啊 他们的数学是比我们华人好很多了 我们华人数学很差一下了 是不是 啊 所以 将其其莱登政变呢 这个真的是 深仇大恨 这个真的是 啊 此恨啊 这个在马来西亚千古罪人 马来西亚万古罪人 你能够用什么形容词欢迎用出来 你们能够想象到什么形容词欢迎 想象 用出来 啊 我跟你讲的活在大马 啊 40多岁 啊 有些人就70岁 那从来没有这样苦过 没有这样痛苦过啊 就是给他们 史莱登政变搞出来的啊 然后不会做呢 还霸占那个位置啊 啊 然后呢 啊 你们不要以为说 史莱登政变之后后门政府呢 派很多什么 什么给你 他派给你的钱呢 他 他们自己也吃了不少 他女婿也拿了不少 啊 女婿现在是国际刑警的 红色空击犯啊 跟你讲啊 他女婿拿了不少 啊然后呢 剩下的渣男拿给你们 每个人拿100块 你们就讲他很好 然后国债呢 就在台高筑 那个国库就空虚了 罗佛苏丹都讲了 安华上台呢 安华直接跟罗佛苏丹讲 大 罗佛苏丹的万达的全部给他们拿掉了 那 所以你看国家给他们害到这么惨了 现在他们要 重新再来搞 西莱登政变 就是人民还不够惨 他们要 再把这个大灾难呢 再继续带给人民 但是我觉得呢 啊纯粹只是割韭菜全部在讲骗话罢了啦 那我们绝对不可能因为呢 赢了一个普赖呢 啊 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说 你们要拯救国家和宗教呢 就必须投给国门 啊 他讲的这句话 反正呢 那6%的华人呢 是很相信的 那6%的华人呢 是很喜欢他第1的 那6%的华人呢 喜欢举白旗 喜欢MCO 喜欢100块元租金 啊是不是 啊 那么凯里的预测呢 他说 这个普赖呢 不可能赢下来的 跟你讲啊 国门啊 不可能赢下来的 他讲到很直接 绝对赢不下的 但是呢 那个星班哲乱那个州议席呢 因为那个星班哲乱呢 是伊党在罗伯州的大本营 他的老巢 啊 那个罗伯在 那个伊党在罗伯有一块青色的地方就是那个现在损的那个星班哲乱 啊那个州议席 那边呢很可能他们会赢 这个普赖呢是 完全 高松完全没有机会会也会赢的 10比0啊 15比1啊 跟你讲啊 是不是 不是啊 好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那个普赖损区啊 啊普赖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啊 然后那边呢 有那个 那个 有那个 那边呢 然后呢 然后呢 那如果没错的话呢 还有一个地方呢 叫做那个浩蓝山庄叫做荷莱松 Horizon Hill是马来西亚第一名马来西亚最好的住宅区 套兰山庄里面 里面一间一间半个楼全部有游泳池的 你们讲马来西亚到底有没有一个社区全部人有游泳池的 就是这个套兰山庄的套兰山庄Horizon Hill里面你就看到了 那边是超有钱人非常有钱人住的地方 这个套兰山庄大马 number one 跟我们基隆坡的这个part city两个有的比 他就 整个part city 我们讲基隆坡叫part city叫那个mongera 那个柔佛呢 就是那个套兰山庄Horizon Hill 那个buket inter 所以你讲说那个buket inter的人会投票给回教党 Horizon Hill的人投票给回教党就好像你我们这里part city 大哥投票啊 Tesapart city啊 清一色投回教党啊 Mongera的人啊通通清一色投回教党啊 这样的事情 哪里会发生 我们这里Siri Hatama 全部投回教党 哪里可能的 每间屋子都有游泳池啊 这边的人啊 多漂亮多什么 这些人会支持你一胆吗 所以他基本上他在不赖不可能赢的 因为那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进步 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你也可以讲 他是那个新加坡的后花园 反正新加坡你觉得住不下就跑来 这个 在 这边吗 Horizon Hill啊 Buket inter住吗 Buket inter是几方便啊 是不是 或者是你 他是一个纯新建造的城市 那个Mardini City 那个Eco Botanic 这个纯新建造 那边还有一个Sunway City 纯新建造的一个城市来的 你住在那边呢 里面有国际学校 International School 全部International School在那边 大学在那边 啊 那个读国际学校的人通通投票给你回教探 有这样的事情吗 你们想相信吗 啊 你们想给孩子读国际学校呢 直接搬去 那个 现在补损的那个地方 去住就对了 想住那个马来西亚最漂亮 那个环境最好的 住宅 住宅社群呢 就在那个Horizon Hill 浩然山专 啊 就在普及应答 啊 啊 所以你觉得 你觉得这边团结政府会输吗 啊 几乎是不可能吗 所以不要再骗人了 不要再割韭菜了 这边没韭菜给你割 啊 只是那个新办责乱呢 团结政府要加油一下 不然呢 啊 那个州议席呢 可能会输 所以好了 那大家觉得呢 啊 哈蒂阿万 在讲的这个话呢 你们相信吗 你们觉得他们会赢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